大家好我是草莓妞 今天來帶大家快速了解一下 這個義大利活動的兌換船利托里奧 他究竟性能如何呢 首先我們第一個 先從他的基本數值來做分析 利托里奧在120級滿愛的情況下 就是200好感 這邊100愛也是200好感的情況下 最頂級的時候 他有個比較好的地方是他的耐久度 他耐久度有達到8367 這個血量其實算很高了 大概以現金排名 目前這個版本下的排名大概是在第六名 那他上面都是一些怪物級的戰艦 比如說像大地、悲哉 這種鐵血的通常耐久度都會比較高 所以他有在第六名的耐久度顯示 他其實在耐久方面是非常的高 那裝填算是一半 火力算是前段半 大概十幾名左右 那迴避是稍微低了一點 防空也算中間吧 那比較不好的地方是他的命中 他的命中在120的時候只有到58 58是排名倒數第二 最後一名是戰艦AI 所以戰艦在命中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命中已經非常的低了 那這個利托里套他的命中又是尤其更低 倒數第二 所以在未來在配置他的裝備的時候 設備盡量以稱命中為主 比起火力來說 命中才是他最大的一個知名傷 那運氣還不錯 79 戰艦有79的運氣 其實幸運來說是很不錯的 因為幸運會影響到你的命中 你的迴避、你的暴擊率 所以戰艦79是相當的高 還不錯 那突破方面就是很簡單 就是主砲加1 2破副砲加2 然後3破再加1主砲 所以總共他的主砲是有三輪的主砲 然後200%的三輪副砲 然後一樣是100%的這個對空砲 好 接下來我們講解一下那個技能的部分 好的 技能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第一技 第一技的部分是 他主砲發砲的時候 會有65%發動特殊彈幕 那這彈幕會隨著等級 而提升他的傷害 再來 他只要裝備義大利活動 所兌換的那把金砲 1934的時候呢 會強化特殊彈幕 然後也還會再提升發動率10% 也就是會有75%的發動率 會發射特殊彈幕 那這個彈幕的傷害呢 大概是長的是像這樣 首先 在65%一般的主砲情況下 是有個大子彈 射甲彈的跨射 然後呢 他大概就是 兩發 每次射兩發 然後乘三輪的射甲彈 再往前跨射 那如果是裝備專武的情況下 他變成三發 乘三輪的跨射 所以傷害上面會有不一樣 那我們從圖面上可以看到 首先這邊是我們所謂的專武的過程 就是三發乘三輪 這樣跨射出去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個過程呢 是裝備一般的主砲 跨射出兩發 乘三輪的一個發射情況 那這個部分呢 傷害大概最多是來到了1566 其實這個同樣型態的跨射 我們可以找到 上一期美國活動的阿拉巴馬 他一樣也是會有 主砲射甲彈跨射的部分 然後傷害也類似大概1500多 那其實這兩支戰艦的射甲彈跨射 其實樣子、樣式、模式 其實有點差距 阿拉巴馬是比較集中型的 打在同一個人身上比較集中 那利托里奧的跨射是比較分散 他是比較廣域面積在打範圍傷害的 所以這兩個人的跨射型態是有所不同 那傷害是差不多的 好,接下來再來是我們第二季 第二季的部分就是 戰鬥開始的時候 自身還有前衛的第一排第一個人 他會有產生一個紫色盾牌 那這紫色盾牌呢 是可以擋魚雷 面滿是可以擋兩次 他被魚雷打到他會miss掉 然後擋兩次之後就會消失這個紫色盾 那如果都沒有被魚雷打到的話 他從戰鬥開始到結尾都會存在的 好,接下來第二個部分是 在海域初級的過程當中 包含他只要在那個隊伍裡面 前三回的戰鬥都會提升自己的火力20% 自身所屬那個艦隊 在前三回戰鬥火力都會提升20% 那這個好處在哪裡 這個好處就是在我們在打 比如說像打精英怪的時候 打活動 打精英 打sailing 不是都會有一個精英怪嗎 那精英怪通常血量都很多 所以我們也會期望能夠縮短戰鬥時間 來減少我們的傷害 然後也可以順便提高我們周回的時間 所以在短期決戰的過程當中 前三回都可以直接去追擊我們的精英怪 因為我們前三回有最大的火力20% 然後我們也有徹甲彈幕 我們也可以綁定我們的徹甲專屬主砲 所以這個傷害呢 對中中甲的sailing或是精英怪 是相當有用的 往往也是這些中中甲的精英怪是特別麻煩的 所以這個角色 在未來處理精英怪的時候 是還蠻不錯用的一個角色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的裝備的配置大概要怎麼用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裝備這個1934主砲呢 會提升他的彈幕傷害 以及他的彈幕形式 所以基本上他用這個主砲算是專武啦 那這個主砲有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在裝備的時候 自身的主砲攻擊呢 會增傷10% 增傷10%是存在的傷害最外面喔 每一次的主砲攻擊都會增傷10% 那 第二回主砲攻擊完之後 也就是進入第三回主砲裝填時間 會延長30%的主砲裝填時間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用個圖表來跟你解釋比較清楚 就是當我們進入戰鬥的時候 開始第一輪裝填 好幾發 也會有10%的增傷 好 再打完之後 進入第二輪的裝填 幾發 一樣有增傷 當打完第二發之後 他裝填第三發的這個期間 會有30%的裝填時間延長 也就是 他的CD會變長 那第三發打出去之後 他又回到原來的 就是第一輪第一發的感覺 所以耳後都會 每次的第三發第六發 都會有延長的一個 裝填時間 通常不會拖到第六發 因為那個時間太長了 你應該只會A勝而已 所以 這個主砲的 比較 比較大的缺點就是在裝填這個部分 所以他的DPS 如果你算到第三輪的話 DPS就會下降很多 會比起我們科研的 那個徹甲主砲 還要低很多 不過如果你在戰鬥期間 能夠在兩輪 兩發裡 兩輪的主砲攻擊裡面 解決的話 結束的話 所以他的效益會很大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會建議 是在精英戰的部分 去做使用 因為精英戰我們通常 都希望能夠做越短越好 所以在前面兩發能夠結束 是最好的 配合他的主砲彈幕的機率 還有傷害都提升 所以可以很有希望的 在短時間之內去解決我們的精英怪 好 這邊是主砲的部分 那副砲部分其實 不用想太多 就是 看有什麼副砲 就裝什麼副砲 像我們的貝野炮 也可以裝 然後科研的這個 四字152也可以裝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前面還有一個紫色的砲 像這個 紫色的152 或者是我們的 流彈的152 三連裝 這些都是可以 可以試用的一個版本 那再來對空方面 對空方面 我們之前提到 他的性能 在命中方面 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們一般一定要選擇 就是有加命中的一個 對空設備 這個加10 或者是我們科研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加5的命中 當然有10是選10會最好啦 再來 設備方面 一樣 命中優先 所以 給他一個SG雷達 是必定的 那白彈也有增加命中的效果 除非除非是在打等級差距很大的敵人 所以你可以用黑彈來去替代這個SG雷達 不然在差距很少的情況下 在10等差之內的敵人的話 我建議還是對命中為主 因為等差越接近 我們命中的缺點會暴露的越大 那等差越大 其實在等級上的壓制 還有命中上的補正 都有一些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如果你在推圖或是打 比較等級接近的敵人 最好是對命中 那如果只是虐菜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火力來解決對方 好 最後做一個總結 利托里奧是屬於 短期決戰型的一個戰艦 前三的戰鬥有加自己的火力 然後呢 他的特殊的專武 也是需要在兩輪之內解決敵人的 才有最大的效益 再來他綁旗艦衛 他旗艦衛的時候 他的彈幕效果才能夠完整的發揮出來 加上他自己的耐久也夠高 所以在打精英怪的時候 他的乘傷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那目前為止 這艘船的出現呢 對新手來說是相當不錯的 他其實跟以前的提爾比茲 是類似的 只不過提爾比茲是沒有彈幕 他是有彈幕的版本 所以可以加速我們 再來打精英怪的一個速度 不要等到那個主砲的裝填 可能一次主砲裝填加彈幕 就可以帶走精英怪 也說不一定 那在一般的推圖過程中 可能在面對倒中怪的時候 也有清場的能力 像12、13張中間會有一些 中甲怪或重甲怪 這些在撤甲彈的面前 都是相當容易被解決的 所以這艘船其實還不錯用 那有沒有演習的可能 因為他的魚雷盾 說實在只有先鋒前面一個人 可以做先鋒盾 可是呢 魚雷在演習的過程中 從四面八方過來 所以可以擋掉兩顆魚雷 也擋不了其他大部分的魚雷 而且也蠻吃運氣的 所以這艘船在演習的方面 我可能覺得沒有太大的優勢 它還是屬於推圖用的一艘船 好啦 以上是今天對利托里奧的一個性能分析 那希望幫助你了解到 這艘船的一個使用情況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